嗨 欢迎回到啾啾的油管频道 这一期又是一期不太一样的视频 因为频道终于达到了100K的订阅 感谢每一位在手机屏幕前 电视前或者是电脑屏幕前的你 每一个点赞订阅还有小铃铛 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现在就公开给大家看看我的油管后台 到底100K订阅 本月大概70多万的流量 我的油管收入是多少 还有我最爱做的短片收入是多少 说起来是一个悲催的事实 我做短片不是为了赚钱 这不是开玩笑的 想知道赚多少吗 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 那首先来到了后台 就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收入 因为呢我在社区铁发起了一个投票 那火眼金睛的网友们真的都好厉害 就39%的网友是选了2000美金 就是每个月从油管的YPP 大概是获得了多少的收入 那大家其实都猜对了 就是2000美金左右 再给大家看看这边 estimated revenue 就是2195.06 那大家可能知道说我做非常多的短视频 那大家猜一猜我的短视频一共赚了多少钱 我在6月份的时候是发布了33个短视频 也就是平均来讲每天都至少有一则短视频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短视频的收入哈 哒哒哒哒哒 8块1毛钱 你说这是不是真爱 我为了短视频是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 但是呢油管只给了我8块钱 这个是势必要让我去做homeless的价钱嘛 如果再加收的话 这8块钱可能连一碗面都买不到 他们都说短视频能涨粉吗 那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短视频涨了多少个粉 243个就那么的一点点 其实真的还不如我的社区帖 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社区帖还涨了133个订阅 但是短视频243个 那我制作短视频的时间真的是 其实花费了我除了长视频之外的所有时间 因为我要去找这种不同的工具 然后每一个工具我都要去试 其实你看到的短视频的背后 我是淘汰了一批不能用的工具的 或者是我觉得真的不好用的工具 或者我觉得没有什么实际应用价值的工具 那我的短视频都是非常的专注 是在测试这些AI工具上面 所以大家记得没事的时候 可以去刷一下我的短视频 增长你的知识 说不定哪个工具就能在以后帮到你 大家可能会问说 短片又不赚钱又不涨粉 你为什么要做 那就是真爱嘛 因为我觉得短片真的是能够提供给大家价值 因为一个新的工具来了之后呢 首先我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尝试的 你看完我的一分钟的视频之后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你 那可以帮大家去省时间 所以我是很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的 而且短视频的话呢 制作起来真的非常快 我有时候如果比较顺的时候 就是5分钟就录出来了 当然也有卡壳的时候 是真的就是这个工具怎么试都试不出来 那也有很多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在想说既然我都做不出来 我都试不出来的话 那大家可能会遇到跟我同样的问题 那就干脆不做这个工具的视频 那还有呢就是我其实整个旅程 就是做油管博主的旅程 我是有一个完整的时间点记录的 这个可能是其他博主都没有的 其实我就是好奇啊 如果要达到10万分 到底需要用多少的时间 那就给大家看一下吧 从我2022年的3月12号上传的第一支视频 就是算是我的长视频了 那个时候是磕磕巴巴 其实讲话都讲不清楚的 然后呢我剪片的时候 差不多是每3秒钟到5秒钟就要砍一刀 因为这个就是实在是太糟糕了 大家可以翻回我的那些视频呢 是去看一下 那你可能会看到说 我的频道里面 诶怎么会有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几年前的那些视频 那个时候我还在做磕磕讯的卖家 我只是说把我当时卖的产品的 一些展示给放上去 但是没有想到啊 有一支视频居然火了 就是那只飞小鸟了 那个就是我想说 这个东西应该挺好卖的 然后呢我就从中国进了一批货 那大家也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用啊 那我就必须要拍个视频 于是我就让宝巴拖着那鸟 然后我就那边用手机录了一下 然后还加了个背景音乐 没想到那支视频跑了15万的流量 当然了没怎么涨粉啊 就是可能我在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应该是在不到100粉吧 就是因为那只鸟的视频 我当时都觉得哇 这个东西就可能是踩到了时代的红利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在拍这种鸟嘛 就是会还会飞的 那时候真的挺火的 但是后来我怕它侵权 于是我就没有再卖了 那当时呢 这支视频是我读考题 就是读卡车的考题 那个时候也是我觉得顺势而为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当时大家都在考卡车司机的牌照 但是没有人把这个英文的考题 就是中英文这样对照的读出来 于是我就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没想到其实还蛮多人需要的 所以很快大概一个月16天之后呢 就达到了1000订阅 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然后我就一直在录这个考题的中英文对照 因为它有很多张那个本都那么厚 一打啊 就是中英文对照的考题还是就是双面的 就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说 这个卡车司机是真不容易 要啃那么厚的题 因为当时是稀缺 这个是就是没有人在做这个事情 是很空白的一个市场嘛 然后很快的就在12天之后呢 就又达到2000订阅 那继续4天后3000订阅 3天后4000订阅 之后就是哔哩啪啦 很快就超过了1万订阅 但这个时候呢我还没有通过YPP 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 就是因为油管他在看我在读文章 这个文章不是我的原创 的确也不是我的原创 这些考题都不是我出的哈 那于是他就一直不给我过 而且油管的分认就是我们叫YPP的这个计划呢 如果是你不通过的话 你重新申请是要在一个月之后 那我呢是申请了两次都没有通过 后来就是我自己在在很仔细很仔细 读他的那些规章制度的时候 才读到了这一点 于是我当时其实已经做了一些 其他方面的视频 我就把所有的跟考题相关的内容 全部删掉 所以我在通过YPP的时候呢 是已经达到了1万6订阅 而且是远超过油管的规定 但是当时通过完了之后 其实这个每个月的收入都是少的可怜 如果大家想要去一通过YPP 就能拿到很好的收入 那你是想多了 就是可能只够吃个饭 甚至都不够 那终于是在前两天呢 超过了10万的订阅 那我也非常的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那大家可能会问说 既然油管的不赚钱 你为什么还要做油管呢 我觉得油管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帮助我去成长的工具和载体 那我在学习之后 我在输入之后一定要有输出 这样子的话才是真正的学进去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在做亚马逊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是踩过无数的坑了 我知道说这个流量是有多么的贵 多么的重要 要想想我们做亚马逊卖家的时候 一个广告位 它的起拍价有可能是一块钱美金 只是点一下一块钱就没了 那如果我能够做到一定的流量的话 那我自己不就帮自己省了很多广告费吗 当然其实做油管博主 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赚钱的方法 比如说广告费 也就是俗称的掐贩 那我也是接了不少的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要去体验一下 就是有时候我真的是接广告不是为了钱 而是说我就要想 我就给自己一个成长的机会 看看我能不能帮别人去带货 带货的同时呢 我在想说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呈现这条广告 以更风趣的方法去做这条广告 那当然有些广告商他不愿意了 但是有一些就是可以给我发挥想象空间的这种 我就是挺愿意接的 因为就没有压力 但是当然了 就是还是要看这个公司的实力 最好是上市公司 这样的话呢 我遭骂的机会就不会特别大 也是因为呢我从很小的频道就开始接广告 所以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就知道说这就是一个会掐贩的博主 然后到了广告那个时候呢 好笑的话就看一看 不好笑的话就带过 所以跟广告商接触接洽 我还是有一些经验的 以后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记得点赞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那其实我还在总结跟自我反省 还有复盘我到底做对了什么和做错了什么 那也会在以后的视频跟大家分享 那这期视频就不要太长 大家知道就是说我整个的旅程是怎么样的 可能会对你以后要做频道的话会有一些帮助 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做油管的话 如果你不是为了兴趣 你不是真正喜欢去做视频的话 那这个真的可能不太适合你 如果你只是想利用它来赚钱的话 我觉得赚钱有很多其他更快更好的方法 能够坚持下来的博主都是真爱 都是喜欢做视频 喜欢分享内容给大家 所以记得要去看一下我给大家准备的100K大理 也就是AI工具大全 是带视频介绍的 而且90%以上的视频都是一分钟你就能看完 如果你在任何时候就是工作可能卡壳的时候 你就可以过一遍 看看有没有一个工具能够快速的帮到你 那如果你也想开始自己的油管频道的话呢 我觉得现在就开始 因为头几个视频真的没有人看的 那只会飞的小鸟火了 我都是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它就火了 你是永远无法判断油管会推送哪一支视频出去的 你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往上面放有价值的内容 那还有就是用AI做的内容能不能通过油管的YPP 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 就从平台的方面去考虑的话 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平台的话 这么多大量的AI产出的内容 其实可能是会对平台有伤害的 它不一定会给你的视频做出推荐 而且在过审YPP的时候我觉得也不一定能够通过 因为那毕竟不是人做的内容 就好像我当年读考题一样 我怎么申请它都不过 但是我把这些所有的阅读别人的文章内容删掉的时候 它就给我通过了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做AI创作的内容的话呢 我觉得尽量是露脸你自己读出来 或者呢就是以另外一个方式呈现 让油管觉得你并不是在读别人做出来的文章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 这个是一个非常快的视频 主要是感谢大家 所以是做了一个人工智能工具大权 送给大家 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 影片的最后怎么能少了一条硬广呢 什么叫硬广 就硬硬地告诉你 它就是一条广告 这间是朋友新开的金铺 在沙巴雅比ITCC的金巢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就是 马来西亚的黄金价钱又好 品质又高 非常适合做伴手礼或传家宝 回顾历史 经济衰退的时候买啥最好 大家来看看这张表 上次的经济衰退 三年期间黄金价格涨了63% 四年间涨了85.3% 看完金价在经济衰退中的涨幅 是不是很有冲动 想要坐到小板凳上面挑一个最粗的金链子 其实我每次去马来西亚沙巴呢 除了吃就是买金